走 好拳 费大人 您那拳漂亮 承让了 三拳已过 请兑现你的诺言 好 我考虑 卫大人 这 考虑好了 我要解开你的手铐脚镂 依我来一场真正的对决 你 是唯一国领事 你怎么可以言而无信 没有啊 我刚才说 假如你能扛住我三拳 我会考虑放了你 现在我已经考虑了 但结果是 不放你走 你是我见过的东亚病夫中 最有战斗力的一个 太难得了 你留在这儿跟我练拳 我会天天给你揉齿 我说过 我对和你打拳不感兴趣 你们洋人自诩开明 崇尚自由 请不要无视我的尊严 先要尊严 除非打赢我 揭开手铐吧 不然会被我打得像狗一样趴在地上 啃尼巴的 这是在中华的国土之上 西洋人 请收起你的野蛮 你说什么 枪毙 竟敢在贝大人面前如此无礼 遗了他 代言 是你自己不愿意挤开手铐脚铁 不能怪我 好 去 buck大人 去 counts 去看 我说的是什么 一看 去看 你 魏大人 你 你没事吧 你打的是什么拳 中国拳 皇王自大 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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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德莉 你输了 血卯教 是 是 是 对对对 是 楼梯 让他们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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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大人在天之邻看着 兄长还有无辜横死的 霍家子弟二十一口 你们也都睁开眼 小霍的 你以为四爷是浪格虚名吗 将你爹了 王五还有你徒弟 好 今天四爷就让你到阴曹地府 去陪他们 吕思英 今日霍原甲就要为国除奸 为父兄 义兄 土地报仇血汗 取你性命 尚 闪住吧 你猜谁能赢 这个吕大人是扇扑营首领 武功高强 虽说这个霍原甲的义不弱 可毕竟被束缚了手脚吗 快点说 你押谁 我押李大人上 我也要回原甲胜 你说了学一百声狗叫 加一百声毛叫 硬了 我请你吃牛排和布尔多红酒 好 贝大人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这布尔多红酒啊 我是喝着了 好 好 好 贝大人 这吕大人要是把霍原甲给打死了 能不能算我押中哪回 请我两顿牛排还有红酒啊 神父未分好好看 是 对 对 发生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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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搜开他 搜开 不然打碎你脑袋 你就再也没办法生怨了